而在疫情期间民众不能出门 也意外让小动物可以放心的到处溜达 在宜兰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园区 已经风圆一个半月没有游客 地质跟山羌等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纷纷陷踪 最后网友笑说 太平山现在是他们的运动场了 来到太平山公车站牌下方 居然有一只小猕猴 开心吃着草 表情超享受的 它不知道怎么办 不只小猕猴 少见的长宗山羊也趁着四下无人出门逛街 还有还有珍贵的台湾地质 灰灵骁 高沙蛇 台湾蓝雀 一击山羌 也都出门六搭六搭 很放心的在没有人的地方 大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不可爱 很可爱 动物实在是太可爱了 平常都看不到他们出来逛大街 我觉得很开心 三级警戒人类不能出门 现在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宛如动物园 动物的可爱模样被放上网 网友直呼超疗愈 也好羡慕哦 这才是动物的大平台 终于没有人类打扰了 现在没有游客 那变成是野生动物在陪伴着我们上班 其中最经典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那个长州山羊到我们蹦蹦车的一个车站前面 跨在护栏上面去吃树叶的一个镜头 这个是很难很难拍到的一个镜头 无法出门 网络成为视野 透过影像 也让民众知道原来游乐园区少了人气 现在变成小动物们自在玩傻的天堂 记者李柯燕一览报道 发行李柯燕一览报道